各位我金牌未塞了 欸你看我自己眼耶 我一個人衝先耶 我現在是不是很沒有用 看我去看今天這一集 前所未有 各位觀眾 我要來打Dota 2了 兔很笑 這邊有沒有Dota 2的粉絲勒 你們應該知道喔 之前Netflix有播一個叫做 Dota Dragon's Blood 龍之雪的電影 你們有看嗎有看嗎 那Dota一向來都只是一個game 它是沒有故事的 有故事的那個叫做Wordcraft 大家不要弄亂啊 那這個series是第一次 以Dragon Knight作為主角 給他一個故事 那不知道是不是配合這個series的出現啊 那個WARF也在Dota 2裡面 出了一個叫做 New Player Mode New B模式 就是 你不要打 就是給到我不會打Dota的人玩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好 開始之前先把我的電腦搬進來 我去搬我去搬 這一款呢就是華為新推出的Desktop電腦 它叫做Mate Station S 是華為有第一款在Malaysia開賣的作面電腦 它價錢呢是2999塊 其實對於一整套PC來講呢其實是算便宜啦 Anyway 這個我們等一下才講 我們現在打Gang先開機 Ding OK 現在我們已經進了Dota 2的畫面了 但是因為喔這個PC是沒有speaker的 然後我也沒有speaker 我們就戴耳機啦 各位我金牌未賽了 哇 各位我第一次打Dota耶 為什麼會想要打Dota 覺得很眼 但是我根本不懂他們在打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打 我就覺得Dota 2就是一群人喔 在那個青色的地方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的感覺 來了來了 Dota 2 這是我喔 等一下首先我按什麼Button 喔 我是誰 我在哪裡 你按Right Click 你看下 左下方是你的地圖 OK 我跟著我的T-Mate 這是我青色是我T-Mate是不是 我在哪裡 我要去找我的Enemy先 我跟著我的朋友 可是我的朋友我不懂去哪裡 你就跟他 出招出招 你按Q啦 按左鍵就可以出招炸他 炸他炸他炸他 好 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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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看我幾眼耶 我一個人衝先耶 我的朋友耶 放棄你 我的朋友咧 哦 欸 有壞人耶 如果你有可以按Q炸他 炸他炸他 很緊張很緊張 OK這邊有人 這邊有人 我的朋友在這邊 我的朋友 很恐怖很恐怖 這是我的塔嗎 這是我的朋友 看到嗎 我很多朋友 我很多朋友 你要被打了喔 意思是這麽 你兩次E可以看回你自己在哪裡 哦 我打錯出錯招了 出錯招了 我還沒有打到就死掉了 又回來了 啊 我現在是不是很沒有用 你的Hero有用嗎? 你沒有用嗎? 我有什麼Skill可以出嗎? 你如果他可以打架 你就按奧迪剛剛打架 要不要 奧迪就是你第四招 Sexy啊你們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下雪了看到嗎? 然後我就死了 Victory看到嗎? 新手也是可以贏的OK? 你們太差了啦 裡面的那些人 都是newbie很差 輸給我 OK我們現在打完講 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打這個DOTA 2的一些心得吧 我個人真的覺得 對於一個新手 完全我從來沒有接觸過DOTA 2的話 太難了吧 但是其實這個遊戲真的是很考驗 你的腦跟你的手 還有你的反應性你知道嗎? 因為當你在想的時候 你手就要做出反應 我很多時候都是 看我自己到底要按哪一個button 然後我再繼續 我是誰? 我是哪裡? 我到底在做什麼? 很多時候覺得男生為什麼這樣講完這個game 非常的有挑戰性 然後我們現在再講回我 用這個Made Station S來打DOTA這個感受吧 其實我自己喔 不大能玩那種第一人稱視角的game 所以我到今天都沒有玩過PUBG這種game的 那這種上地視角的話其實也還好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其實是蠻順的 沒有出現Lag的情況 我玩一些刷新率可能比較低的時候 我真的是會頭暈會想吐的 但是整個整體來講我是沒有這個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嗯OK OK現在我們打完game了啦 然後也講完感受了啦 就好好給大家講一下關於這台Made Station S的其他部分嗎? 一般上呢desktop都是很大的嘛 但是Made Station S真的不大喔 瘦瘦扁扁的 29cm高 9cm寬 這樣講你不懂的啦 換個輕鬥罐頭就懂啦 寬度1罐 高度4罐 See? 比普通喔在外面看的主機比真的是小很多 當然很多辦公用的也是差不多這個size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看過 辦公用的可以拿來打DOTA 還要贏DOTA喔 你看拿普通PC的主機喔 正常我都是放在地上因為很大嘛 Made Station S就不同啦 我敢敢放在桌子 平方也可以 放在旁邊也可以 而且放了之後你看 好強的位置 我就可以放很多我的仙人獎了 而且我有留意到它的開機button的藉口 全部都放在正面耶 普通我們常常看到的都是在上面的 因為方便你把主機放在地上之後 直接在上面動 你不用彎腰嘛 這樣Made Station呢 它就特地放在這邊的原因 應該也是想要跟你講 我很小喔 Please不要幫我放在地上 設計上面呢 全機身磨砂材質 不沾指紋 一條條那種鏤空斜線配上橫溫喔 有一種 流星嘴的feel有沒有 而且它特地配上這個wallvapel 還不是陪你去看流星語 接口方面 正面的話 開機button 2G插口 USD 3.2接口 還有9V2L的Type-C接口 你轉過去後面 HUSD Mic VGA 4個USD Lamp Port還有一個串口 就這個價位來講 算是非常完整了 講完主機一下 就到Monitor了 23.8吋Full HD IPS 全面屏屏幕 上面 左邊 右邊都用了三邊窄邊框 所以你看起來畫面就更大了 它的屏佔比高達90% 打Game的時候就更爽喔 這個screen是拿到德國Line TUV認證的 就是說可以降低藍光 你用久了然後你眼睛也不會這樣累喔 大家是不是有看到我testing一鍵開機咧 是不是很多人其實沒有看過 可以直接在鍵盤上面做指紋解鎖的 你一定是想講 手機我看過啦 Tablet又有 Laptop又有 有什麼出奇咧 欸 PC好像很少看過 說這個鍵盤不是開玩笑的喔 No.1 雖然呢 它不是世界上第一款 可以直接在鍵盤上面做fingerprint unlock的 但是 它跟主機一起附送喔 這樣子就很少見了 你第一次set了指紋之後咧 就算在關機的情況下 直接手指對準開機 快幾多 你不用慢慢打怕說的 你不用按開機button 你直接按這個就可以了 喔對了 記得先連接對的這個USB接口 然後它才可以用到這個指紋識別功能 不然它就只是一個普通的鍵盤而已 No.2 這個button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shift的 它出來是shift喔 其實它還有NFC的功能 就是特地拿來做華為share的 那之前咧我已經教過大家 怎樣在手機跟laptop之間做華為share的這個功能 這樣在PC其實也是一樣啊 超級無敵方便 這個功能我講過幾百萬次了 來 再講一次 拿出你的手機 對準這個button 誰 畫面就無縫連接轉過去了 什麼照片啊影片啊 直接在手機drag過去PC 或是直接在電腦reply WhatsApp 手機不用動的喔 這樣你就不用一直電腦手機電腦手機 啊這個有事情你會拿上來 這樣麻煩的嗎 拿上拿下浪費時間啊 而且喔這個華為share 它還可以做這個multiscreen collaboration 就是可以同時間一次過開三個tap 這樣具體它是什麼咧 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就於鍵盤的打字手感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它的鍵帽喔 特地做成大鍵帽 沒有這樣容易打錯字 鍵程OK 回彈OK 聲音也不是太大聲 打打打打那種 算安靜的 就算用來打多大 也不會超到其他人 而且喔整個鍵盤的設計 是比較薄的 電視機remote control都比較厚耶 還有滑鼠 但是它就是 一個普通的滑鼠 沒有什麼特別功能 但是手感握上去是舒服的 手腕的角度也是OK 它不會太扁 它不會太高 但是手比較大的男生 建議還是用自己的滑鼠啦 重點來了 這個鍵盤還有這個滑鼠喔 是不用另外買的喔 是一set的 就是你買這個desktop來的時候喔 它就已經是一set一起來的 待會兒講到這個Mex Station S喔 跟手機做了這個華為share之後呢 就可以二合為一兩碼 那除了normal drag照片影片 其實還可以做多頻協同 意思就是你在手機做的東西 你可以分身 我做個比喻啊 現在打開Facebook看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夾的按鈕 你按一下 同樣的畫面就好像copy paste 像paste過來了 你變成double screen 你變成triple screen 那同樣的一面呢 可以變成calculator啊 WhatsApp啊 同時開更多tap的意思 然後你再開個word文件 幫忙來幫去 成為了真正的無縫連接 那配置方面呢這個Mex Station S打者 是7mm工藝製成的 AMD Ryzen 5 4600G處理器 內置融合式的AMD Radeon顯卡 有8GB DDR4 RAM加上256GB的PCLE SSD 再加上雙Wi-Fi還有藍牙5.0 基本上除以熱場工作 真的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得空的時候 還可以拿來打DOTA TING 但是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夠用的話 像是SSD啊 RAM啊 Graphic卡這些 你可以自行upgrade 所以拿來打Game怎樣呢 現在想看DOTA的就滑上去啦 我現在玩Genshin哦 Sorry 對呀是不是沒有聽到電腦風扇的聲音咧 因為Mex Station S採用的就是 有助於睡眠噪音水平的這個冷卻系統 意思就是就算風扇full power 也不會吵到睡在旁邊的女朋友 男生們你懂的啊 好啦總結一下講呢 Mex Station S身為一款桌面電腦啊 是 它真的沒有超級物的景 也沒有辦法跟iMac那種level比哦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那個定位的嘛 所以它贏在哪裡 贏在價錢 2000多塊 我就可以買到一套Desktop哦 有MD Ryzen處理器 有MD Radeon顯卡 最重要也有華為的生態系統 就是我剛才講的華為Share啊 Mounted Screen Collaboration那些 其實我這一台哦 整體給我的感覺啊 就是有點像是PC版的華為MacBook 但是就少了攝像頭 少了兩粒喇叭 而且PC就是PC哦 你沒有辦法像Laptop這樣子帶出帶勁嘛 雖然說我們買科技產品啊 是越高Spec越好 但是哦 真正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幫到你 除了是Spec哦 更多就是設備與設備之間的互通能力 這種東西就是你一旦用過 你就覺得哇 你真的是很難回去耶 那目前呢這台Mex Station S已經開賣了啦 整套Combo 包括鍵盤 包括滑鼠哦 只要一共兩百 嘖 哇你賣一打兩百 一共兩千九百九九塊 十咖哩包咖了 單單主機的話呢 兩千四百八十八 單單螢幕的話呢 六百八十八 但是想想一下啊 還是一套不要帶 還送鍵盤滑鼠去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